其實這個在中共百年黨慶的時候 結果網友開玩笑 因為習近平在黨慶的時候 一開口致詞 馬上下大雨 所以這個就有網友說 連老天爺看到習近平 現在打腫臉充胖子 都哭了 為什麼呢 因為表面上看起來很風光 事實上你說中國現在 真的在百年黨慶過後 要面臨的才是內外交迫的問題 更不要講全球的圍堵了 這個百年的黨慶 他傳統上一向都是早上十點 這次改成早上八點 特別早這一次 而且比較短 一個半小時就結束了 然後這個總而言之 現場的總的氣氛是這樣 習近平演講低沉感傷 把一個喜慶搞 辦成了喪事的感覺 那當然是因為他現在 中共內外交困 我們從幾個角度來看一下 這個中共現在面臨的問題 在他這個百年黨慶的時候 來看特別有意義 第一個是他跟大國的關係 中共是毫無疑問 是蘇聯當年的蘇聯 一手扶持起來的 給顧問給路線 教他怎麼搞組織 怎麼跟國民黨打交道等等 最後還給他支援 就是林彪的部隊 本來到東北以後 已經被國軍趕到中蘇邊界 要趕出去了 結果蘇聯在那邊 把日本關東軍投降的六十萬大軍的裝備 交給林彪 林彪從中蘇邊界開始反攻 是這樣來的 然後這是蘇聯部分 美國的部分 叫蔣中正的部隊 和談不要打 把他的手綁住 所以最後中共奪取政權 算是蘇聯跟美國聯合造就的 然後毛澤東拿下政權以後 馬上跟美國翻臉打韓戰 這叫做一面倒倒向蘇聯 沒幾年以後 他要跟蘇聯鬧翻了 說蘇聯搞的是修正主義 就是罵那個路線之爭 罵蘇聯 到了一九六九年 珍寶島還開槍 就是小型局部衝突 大概死了幾百人 到了這個時候 美國才發現 中共跟蘇聯鬧翻是鬧真的 才有後來的基辛吉去大陸訪問 最後來安排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去上海 這個歷史轉折是這樣 然後這之後 那個鄧小平開始轉向 在跟美國建交之後 轉向美國 然後跟美國一起叫做 美國在聯中自蘇 中共整個是聯美自蘇 跟美國一起對抗蘇聯 搞到蘇聯解體 蘇聯是中共的貴人 然後他對貴人就是恩將仇報 然後美國支持鄭小平的改革開放 然後現在習近平接了以後 跟美國對著幹 又來一套 就是美國是他的貴人 今天改革開放有重大成果 是美國給你支持的 然後他現在對美國跟美國對著幹 又把美國這個貴人恩將仇報 所以現在中共變成 同時得罪了現在的俄國跟美國 所以才會說六月份的時候 拜登跑一趟歐洲 建了英國建了歐盟 然後最後建了普丁 把這個局面搞定了聯合盟友 亞洲的部分日本 韓國已經先見過了對不對 所以現在變成說美國在組成一個聯合對抗中共的這個聯盟 對在這種被孤立的環境下 習近平才來辦這個百年黨慶 他其實是很很孤立 怎麼看孤立 這一次沒有一個外國政要出席 一個都沒有 西方國家沒有 連共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 連共產國家都沒有 沒有那個你看 這是冷冷清清清清清財產 就是說一個外國政要都沒有 難怪老天爺要落淚了 然後通常地點 剛講時間 通常地點是在人民大會 大家坐著聽講 這次不是 他把他叫到天安門廣場 然後擺那個椅子 坐在那邊曬太陽 最後下大雨還要跑對不對 總而言之有點冷漠 然後現在我們看大國關係裡面 他現在同時得罪了俄國跟美國 所以他被 他不能從蘇聯那邊拿到那個幫助 也沒有辦法從美國西方國家 這邊拿到幫助 所以現在美國在推的經濟大脫鉤 有正當性了 大家都認同了 所以他的那個被孤立的 被圍堵的情況會更嚴重 然後現在對共和黨產生一個問題 他原來是走意識形態 要搞社會主義 不行以後搞經濟發展 來提供他的政治正當性 現在經濟搞不行 完蛋 完蛋 糟糕 所以走回民主主義路線 民主主義路線 這一次習近平講的兩句話 是被觀眾鼓掌的兩句話 說外來勢力 如果你想什麼 想欺負 壓迫 努力中國人民的話 中國人民用血肉組成的 鋼鐵長城讓你突破血流什麼的 這種硬化 這個都是民族主義情緒 那民族主義情緒的話 那個能夠幫他撐多久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這個根本不能解決 他現在的這個經濟問題 那所以對臺灣來講 只要習近平這樣搞下去的話 西方已經把整個中共走了 這個社會主義怪圈 看過一遍了 所以知道跟他沒得談 沒有辦法跟他什麼什麼 再來追求什麼共同利益 所以將接下來很多的製造業撤離 多勾 而且會轉到臺灣來 因為美中對抗的最前線在臺灣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美國不但幫我們搞疫苗 還會在六月三十號 跟我們簽那個貿易跟投資的 那個框架 就在那個七月一號的前 六月三十號來跟我們談 就是說將來把臺灣 納入美國這個經濟圈裡面 所以你們可以畫畫面面看出來 中共現在面對國際的孤立 然後他自己的路線 組織宣傳又是錯的方向 連中國大陸自己的老百姓都知道這個不對 可是他現在看不出有什麼辦法去轉型 對 所以現在他這個百年黨慶裡面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中共何去何從 你已經找不到一個對的路線讓你走下去 除非他變成學蘇聯的歌巴奇夫 或者臺灣的獎金股決定政治上要改 政治不改的話 權力永遠凌駕經濟 你有錢了 我就來共產 就沒辦法搞 所以他這是他百年來最大的問題 中共百年黨慶 股市就很不給面子 狠狠打臉啊 真的 中國政府很多時候做事都只做一半 最近很多的中國網民就說 在幹什麼啊 百年黨慶怎麼會全力維穩 結果呢股市良益襲人 哎呦 我們這個只有切到中午 你知道今天中國股市大跳水 大跳水了 上海股市跌接近2% 深圳股市跌超過3% 哎呦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來跟各位談談中國現在發生什麼事 各位還記得嗎 前幾年我們臺灣人都覺得很有壓力 你知道為什麼嗎 人家中國在搞一帶一路啊 人家中國是世界工廠啊 人家中國那種十倍數的一個發展 那你知道一帶一路的起點在哪邊嗎 在哪邊 在義烏 義烏 對 義烏這個商場喔 你真的去 我第一次去 我幾乎是早上 快中午進去 出來已經晚上了 真的 有東西超多 逛不完 真的逛不完 幾百萬的商品 然後好多東西都好新奇喔 這個過去叫世界超市 所以呢 什麼叫世界超市你知道嗎 美國人跟歐洲人都曾經做過實驗喔 他們就說 我們喔 不要靠中國的產品 我們要看能不能不買中國的產品來過一年 結果後面呢都沒成功 都沒成功 因為在歐美喔 任何的商品 你後面看很多都是Man in China 義烏過去是繁榮的不得了喔 過去的義烏是人身鼎沸喔 但是今非昔比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最近的義烏都空蕩蕩 為什麼空蕩蕩你知道嗎 一來現在有疫情 二來現在都是網路的一個世代了 然後現在很多義烏的少商家 他也發現他快過不下去了 那為什麼呢 你義烏會做我哈爾濱東北 我也會做啊 我四川我也自己弄啊 我貴州我也自己搞啊 所以呢 對中國來說 他們最恐怖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今天有一個樣板之後 大家就一直學一直學一直學 所以呢 他的挑戰者不是十個不是一百個 是成千上萬 真的 那成千上萬就造成一個狀況 什麼呢 對中國人來說他們就覺得我不努力 我就會被淘汰 我就會落後 我就會出局 我就會沒有辦法在所謂的winner circle winner circle就是領先群喔 但現在大家突然間發現 這樣中國高度發展 高度發展 有錢的還是有錢人啊 那我們競爭力的無力感 所以最近中國就在流行一個名詞 叫內卷跟躺平 你知道為什麼內卷跟躺平嗎 你再努力沒有用啊 那是你搶不到資源啊 你沒有人脈 沒有金脈 沒有一個人拉你一把 你在那邊努力永遠都在空轉啊 那那個空轉是什麼呢 那個空轉 我很多中國大陸的朋友想想 還挺恐怖的 他們就說我們已經過去了 因為我們的年紀 他們的年紀都大一點 他們說過去在那個時代喔 站在風口上 連豬都會飛 為什麼 就起大風嘛 所以起大風連豬都會飛 那現在呢 現在是你再努力沒有用 所以現在好多的中國 的上班族叫社畜 社畜好難聽啊 什麼叫社畜呢 社畜就是你幫公司賣血賣肝 流淚流汗 但是呢贏是公司贏 那你呢你就是九九六 什麼叫九九六呢 早上九點上班 晚上九點下班 一個禮拜工作六天 你回家休息的時間 手機給我打開 對為什麼呢 因為誰call要誰到 案件隨時都要修 所以完全的過勞世代啊 那這種完全的過勞世代 會產生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剛剛談的所謂的內卷 跟躺平對不對 結果最近一篇BBC的特別報導 出大事 什麼事呢 什麼叫出大事呢 之前一直有一個說法是說 中國大陸有六億人 他們月入就在大概人民幣一千塊 台幣大概四千八左右嘛 結果最近有一篇BBC的特別報導叫做 月經式的貧困 月經式的貧困 大家聽到月經式的貧困 都想說是月光族嘛 結果這件事情還有延伸 在中國大陸不是他們的電商很發達嗎 是啊 那電商很發達 就有很多不同的銷售方式嘛 對 你有聽過衛生棉可以分裝購買的嗎 一包衛生棉 你不用買一包 你裡面例如說我只要買三片 買五片就好了 有辛苦到這個地步嗎 還真的有 真的有連都買不起啊 重點是還有人 他們在整個電商上面賣那種 所謂的三無衛生棉 無製造日期 無保證 然後沒有工廠證明的也在賣 可怕 他們就開始有人去追啊 記者就去追啊 就說 那有什麼散發這個程度 女孩子連最基礎的自己的一個衛生 對自己的一個保護都做到這樣嗎 他們就去問喔 就問到那個女工的回答 連我都覺得快要流眼淚啊 所以他怎麼說呢 因為第一個 你去想嘛 正常的一定是買最好的嘛 要對自己好一點啊 為什麼要這樣子分包 要分拆的買呢 結果那個女工的回答 真的讓人都快鼻酸 都快有點累了 我有我的苦衷 為什麼有他的苦衷 什麼苦衷 他要吃 他要喝 他要住 他要坐車 每個月的錢就是那麼少 我連最基礎的買一塊衛生棉給自己 都沒辦法 買一包都買不起 還要分齊付款 都要分裝 誇張欸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所以後面才有一個下一個故事 這下一個故事才更恐怖 啊 在中國有高達八百萬人 你知道這八百萬人怎麼過日子嗎 怎麼過日子 錢不夠啊 那怎麼辦呢 中國的網路借貸非常容易 那非常容易就是說 你只要有手機 你有你的社會號碼 兩邊一兜 就可以借錢了 然後借錢借來借 問你借錢要不要利息 要啊 網路借貸利息又特別高 對吸血鬼 這當中吸血鬼最大的就是馬雲 結果過去大家都在吹捧馬雲啊 哇馬雲好棒棒 馬雲好厲害馬雲的阿里巴巴 馬雲的所謂的螞蟻金服 結果過去大家都吹捧馬雲 現在一下子 這些內捲的世代 躺平的世代 月入這麼低的一個世代 馬爸爸成了吸血鬼 也成了高利貸了 氣啊 氣啊 真的氣啊 那目前來看的話就是說 對中國來說 他們人來說話非常大聲 比如說什麼呢 中國他們認為一直 他們的製造業 要來PK美國了 我們如果仔細來觀察的話 看總量 真的是中國已經超過了 製造業的全球佔比 中國超過美國 專利數 中國也超過美國 但任何事情 我們要全盤來看 如果說我們把總量來看的話 當然中國的數字很大 可是中國的人口有14億 美國的人口14億 你這一來一回比 美國的人均製造量 跟中國比 美國要多三倍 專利權整整差到四倍 至少就生活來說 沒慘到那麼慘吧 連衛生棉都要分包分菜的買 想一想 真的是令人覺得非常難過啊